虽然最终付出的代价就是发了长达一个星期的高烧 他还跟我说,这已经算是轻微的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Cliff 今天来分享一则有关一道算命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来自熊猫所投稿的故事 感谢他的提供 故事当然经过了Cliff做的调整和改变哦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想要投稿的观众 可以到下方的资讯欄点击链接来投稿哦 那么,在故事还没开始之前 先帮我按个赞吧 那一年,我记得我还很年轻的时候 我的事业非常的不顺利 呀,Sekia,你知道你脚的是什么吗? 是垃圾,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不想干的话,可以给我立刻滚蛋 sorry老板,我下次会注意的 只要你不要吵我就可以了 如果下次再是这样的话 你就立刻给我滚蛋 好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sorry sorry 是的,就像这个场景一样 我的事业都过得非常的凄惨 老板与同事都对我非常的不友善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才开始有了想要找算命的打算 那时候我记得 我在某天和一位叫做汉汉的朋友 喝茶聊天的时候 怎么样啊Cliff 你之前不是说过你想要找算命的吗? 你找到了吗? 早是找到了啦 可是,我不敢乱乱给我的生辰霸致耶 怎么了? 难道你有什么可以介绍的吗? 哦,这个啊,是这样的 你还记得我之前有跟你提到过 我有一位亲戚是做法的吗? 哦哦,你是说 那一位有帮人家算命、做法、企迹的那一位吗? 对啊,是这样的 我那位亲戚几天后有来我家玩 如果你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安排时间见面的 这样啊 可是,可是 放心啦Cliff 我的亲戚不会拿你的生辰霸致乱来的 他们都是正派的 哦,好吧 那么,汉汉 那就麻烦你帮我安排了 好啊,没问题 就这样过了几天 我放工后 先开车去汉汉的家 找他的亲戚算命 而正当我走进去的时候 我看到 汉汉给我介绍的算命师傅 非常的年轻 好像也只有三十出头罢了 哦,你就是汉汉的朋友哦 啊,对 我听汉汉说 你想算命很久了 你想要算什么啊 我想算我的事业 财运 命运 人脉之类的 这样啊 好吧 那么 你就先把你的背景 告诉给我吧 就这样的 我把家庭的背景 通通的告诉给他 比如爸爸妈妈的名字 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之类的 也包括了我的生辞霸致 嗯 所以呢 住大一点空间的话 那么 那场意外 对你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意外? 什么意外啊? 这我就不能说了 我已经泄露天机了 接下来 就要看你怎么度过了 后来 我听完算命师傅的话后 就带着半信半夜的心情 离开了 而不久 我最终还是辞掉了我的工作 打算搬到比较远的地方 毕竟 我老早就想要丢心走人了 就这样的 在家里耍费了几个月 我找到了新的工作 地点 离我的家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 所以呢 我也并不得已需要找房 但是 这次我并没有听师傅的话 找大的房子 而是通过了朋友的介绍 找到了一间小小的单层偶牌屋 来 Clip 这就是你的房间了 我住在隔壁 有什么事情可以叫我 哦哦 好 段段 是我大学的朋友 从大学毕业后 他就已经在这里住了大概一年多了 就是因为幸好有他在 我连早住的地方都解决了 在这里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现在住的 是这间屋子最小间的房间 就这样的 我就开启了我新的人生 在新的地方工作 新的地方睡觉 当然 对我这个生活白痴来说 煮饭还是什么的 都是段段帮我负责 所以呢 我就是偶尔会陪他去烧市买菜 回家 他帮我煮的 当然我是有给伙食费的 久而久之 因为在新公司的表现 我在这里 一直受到老板的表扬 而到了一段时间后 那天 因为是周末 我便在床铺上 小睡一会 喂喂 是谁啊 是诈骗集团吗 不好意思你找错人了 哇老伟 是我拉克里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哦 是哈娜的吗 还不错啦 有什么事吗 哦 是吗 那就好 是这样的 我的亲戚问你 你的工作 最近怎么样啊 工作啊 你之前好很多了 我跟你说啊 最近我的工作表现都做得不错 我看啊 我很快就可以起薪了 呵呵呵呵呵呵呵 哇 那么好哦 对了 我的亲戚还问你 你现在住的地方 是怎么样的 会大吗 当然 大就不会啊 我住的是单层排屋 最小间的房间 怎么了 奇怪 你怎么没有找大的房子啊 我亲戚不是说 你家会有一场意外的吗 哎呀 brother 我这还不是为了省钱 没办法啊 虽然现在赚得比以前多 但是 能省就省嘛 搬出去 蛤 你还说什么啊 我不懂你意思耶 Clip 如果你不想有意外的话 就立刻给我搬出去 哇老 朋友 你是不是太夸张了 没办法啊 我现在都已经被绑在这了 合约 都已经签了一年 我不理 你先立刻给我搬出去 立刻 马上 哇老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以为是你们帮了我吗 我跟你们说 你每次有的成绩 是靠零别的 不说了 先挂了 妈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 因为我照着憨憨亲戚的指示 所以 刚刚的那场通话 我已经跟他翻脸了 另一方面 我一点都不觉得 是他们的指示 弄到我有现在的事业 就这样的过了几天 因为当然有事情回家 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并不得已 自己要煮晚餐 因为是第一次煮晚餐 所以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煮了一个简简单单的晚餐 终于煮好了 很快的吃完后 我就去睡了 连碗碟 厨房的用具 都没有收拾 到了半夜 不知几点的时候 我正在手睡 睡着睡着 我突然听到厨房外 好像有什么东西掉落 什么声音啊 是小偷吗 就在这时 当我打开门后 在房门外 我闻到了一股很刺鼻的气味 这 这是 煤气的气味 是的 因为可能煮东西的关系 加上我又是生活白吃 连最基本关煤气的基础 都没有做到 后来 我立马的关掉煤气 然后把窗口 全部都打开 让屋内的瓦斯 全部都散开 很快的 过了一回后 我才发现到 厨房里的其中一个垫 不知为什么的掉了下来 而且都打破了 就是因为这个垫的掉落 才让我捡回了一条命 就这样的 过了几个月 因为难得回家 所以就有机会跟朋友去救去救 可是那时候的叙旧 让我感到尴尬 因为那里 与我在几个月前 干翻脸的憨憨 在这个聚会 我们是完全没有说话的 就在这时 Kick 你上次 没事吧 蛤 手工什么事啊 就上次 差点发生了意外哦 蛤 你是怎么知道的 就我的情绪告诉我的啊 他是怎么知道的 就上次我们吵架后 我把你没有搬到大一点的房子 告诉给他 对啊 就是这样哦 他又不听我的话 弄得我们都放脸了 这样啊 如果要不听我们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就听天由命吧 可是 他真的会发生意外的吗 对啊 我算到 他是有一场意外 会发生的 难道 真的没有办法可以帮他了吗 有是有的啦 可是 我要看看我的老板 愿不愿意帮忙 就这样 在蛤蛤不停的请求之下 他的亲戚 最后拜托了神明来保佑我 对 他口中的老板 就是他家的神明 所以可能是他的保佑之下 可能是厨房的蝶 突然掉落被打破的关系 救了我一命 但是 因为他汗的亲戚 泄露了天机 也跃现了 所以他最终付出的代价 就是发了长达一个亲戚的高烧 他还跟我说 这已经算是轻微的了 故事 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和打开小铃铛 更新不错过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集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